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三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对许中豪相信大家的非常了解那么在本赛季的伤害到这么多人之后呢他到底对自己这种商人行为 是怎么看待的呢那么从目前来看了有媒体就采访到他了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许中豪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提起许中豪的话基本上的大家都觉得呢他是 CBA当中的 非常严重去伤害别人的一个球员那么他的行为做法了已经是让他的口碑跟形象了 基本上是跌落低谷 所以现在基本上提起这个许中豪的大家都担心他会不会 再次在总决赛当中去伤害辽宁队这边的球员 进而的影响到整个总冠军的一些真冠格局 那么就在最近的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一次打完上海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么有媒体记者呢也采访到许中豪 那么就问到他这一次在本赛季呢 伤害了这么多人之后在外界引起了一些负面舆论他自己呢 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呢 那么从目前来看 许中豪这一次呢 也是自信满满的来回击 外界的一些 议论和质疑 许中豪说 对我来说 舆论呢 就是动力 好的就是好的 坏的就是坏的 我相信终究会有眼睛亮的 对这些舆论区这么关注的话 其实大家呢还不如把更多的一些关注点呢放在现在的疫情上面 那么看得出来其实许中豪现在好像是自信满满的就觉得说 这一次外界对他呢好像是有些偏见 他觉得总会有一些啊 穷的眼睛是亮了能够分辨出是非觉得自己呢 不会是错的 那么看得出来其实许中豪到现在呢好像都没有完全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到底在哪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和大家回顾一下在本赛季呢 许中豪到底伤害了哪些人到底又做出了哪些过分的做法 那么回顾本赛季来看的话他在常规赛当中呢是重伤了三个人 那么在季后赛包括在最近的半决赛当中呢他又伤了三个人那么一共呢是总共伤害了六个人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成绩当中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 基本上除了北京手钢的刘萧辉之外的话就数他呢 在本赛季啊去伤害的球员 这个数量是最多了 所以从这一点当中其实已经看得出来他的性质已经是相当严重了 尤其在此前出手伤害到两个人啊让他的行为是彻底呢让很多球迷遭受到很多的一些指责和批评的 当时首先是在北控的比赛当中呢是重上了料性的料三年的脸部呢 导致对方三处骨骨折被罚款10万 那么之后呢又是故意去拉到李天勇呢那么遭到一个重罚 之后啊遭到竞赛六场罚款20万的处罚 所以其实从这一次的一些罚款力度来看呢就能够看得出来 许中豪的一个行为呢已经是遭到了CBA联盟的一个严重警告 他的行为呢已经是相当过分的 所以啊其实在现在联盟当中开出这么重磅的罚单要他遭受到这么重大的一个处罚之后呢 许中豪居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难免要很多球迷觉得是相当诧异以及匪夷所思的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呢不管是对许中豪他到底是怎么样去辩白了呢 其实对这种球员的话 CBA联盟有必要开出更重要的一些处罚让他能够真真正正去吃到教训 否则接下来我们还真的很担心呢 在总决赛当中他会再次出手是伤害到辽宁队这边的核心球员 毕竟接下来啊我们中国南南这边呢还会有非常重要的亚洲杯 而辽宁这边呢又是我们国家队成员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所在 包括张正宁郭爱伦 赵纪伟还有韩德军的那些呢都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成员 如果这一次因为这个许中豪这边伤害到他们而影响到我们中国南南后续那些亚洲杯的成绩的话 这个啊损失呢我相信不管是我们联盟还是姚明的都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许中豪这边呢能够稍微收敛一点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拜拜